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雨 张大妈今年是55岁了 但是最近这两个月她一直的睡不好 原因是她这个儿子已经结婚差不多快四年了 却一直不愿意生孩子 所以张大妈每天就是郁郁寡欢的 张大妈这个儿子小枫和她儿媳妇小静 刚结婚的时候 她这个儿子就跟张大妈提了一嘴 就说妈 我和小静不打算生孩子 这个张大妈就觉得这个儿子刚结婚 两个人也是比较年轻 肯定是这个玩心还没玩够呢 没有沉淀下来 于是也没有当回事 一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 跟张大妈年龄差不多的这些人 都已经抱上孙子孙女了 可是张大妈这个儿子跟儿媳妇 一点动静也没有 于是张大妈就沉不住气了 就问她的儿媳妇 小静 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呀 儿媳妇是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于是就抬头说 妈 我跟小凤商量过了 我们不打算生孩子 张大妈一听这话就急了 就说怎么能不生孩子呢 你们两个就是这么年轻 又没有毛病 不生孩子怎么能行呢 这儿媳妇也是嫌婆婆啰嗦吧 然后扭头就准备往自己的房间去 就丢了一句话 那你问你儿子去 我跟你儿子就是这么商量的 张大妈肯定是要问一下儿子的 谁知道晚上儿子下班回来之后 说了自己的领导 想让自己去外地工作半年 半年以后才能回来 所以这个事 张大妈也只能押后了 后来半年以后 儿子回来了 升职加薪 工作反而更忙了 张大妈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机会去问一下儿子 一天儿子在这书房正工作 张大妈就进去了 就说儿子妈想跟你说个事 他的儿子当时工作特别忙 就说妈您先出去吧 我工作特别忙 张大妈说不行 你必须这次让我把话说完 就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生孩子 这个小风就说 妈四年前我都已经跟你们说了 说我跟小静打算这辈子都不生孩子 不要孩子 张大妈就很是疑惑 就问儿子为什么不要孩子呢 他这儿子就说了 我跟小静两个人都工作 而且都特别的忙 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要孩子 张大妈就说我有时间呀 你们生了孩子交给我来带呀 这个小风就说了 我们两个真要了孩子之后啊 工作特别忙 顾不上孩子 作为父母的我们 如果真的是不管不顾的 把孩子全部丢给您 到时候您肯定也会抱怨的 你看我们现在都好啊 我们两个忙的时候就就好好的工作 一有空前时间了 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出去玩去了 过一下二人世界 这不挺好的吗 张大妈却不以为然 就说 就是生孩子啊 是人生当中的大事 我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传宗接代的任务 肯定就交到你的身上了 你要是不生孩子 这怎么能对得起我们家的列祖列宗呢 尽管张大妈这样说呀 但是他的儿子还是不为所动 就说反正我跟小静啊 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两个人是不会生孩子的 然后就把张大妈推出了书房 所以在接下来两个月呀 老两口是一块的去劝说儿子 这个张大妈就说 小峰啊 你们现在还年轻 真的是应该要个孩子 要不然等你们老了之后 一个孩子也没有 谁给你们养老送终啊 是不是 这个小峰就说 妈看着你平时啊 就打扮得挺时尚的 为什么在这件事上特别的古板呢 电视上报道的那些有好多的孩子 但是没一个孝顺的 那些老人晚年特别凄凉的例子还少呢 现在就是有钱了 怎么样都行呀 老的时候我们可以住养老院呀 找个护工照顾我们呀 反正有钱怎么着都行的 爸妈你们呀 就不要再劝说我们了 我跟小静这辈子啊 是不会要孩子的 张大妈真的啊 气的是不行不行的 其实他儿子对这个老两口 三天两头的来劝说呀 也已经就是烦得不行了 于是就说 妈如果您特别想抱孙子的话 那你们就再生一个呗 到时候让你们的小儿子 给你们生儿 生孙子 生孙女多好呀 张大妈听儿子这么一说呀 真的特别的生气 就说好呀 你们不生我生 后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呀 这个小峰就发现这个张大妈呀 就经常的锻炼身体 去医院呀 定时的做检查 就发现他这个爸爸呀 也是戒烟戒酒 也是助于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他就想呢 难道这个老两口 真的是想再生一个孩子吗 于是这个小峰 就跟他这个父母谈话了 但他父母啊 却真的听不进去 到五个月之后啊 这个张大妈顺利的是怀孕了 这个儿子啊 是气的不行不行的 跟这个儿媳妇啊 是搬出了家门 张大妈就心想啊 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你们不生我就生 后来又过了几个月 生产期到了 这个张大妈呀 也是生下了一个男孩 但是呀 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呀 就过来了 张大妈由于是这个高龄产妇 所以呀 生出来孩子之后啊 没有奶水 晚上啊 就需要给这个孩子冲奶粉 但是一晚上啊 需要冲好一次 张大妈啊 也是特别的这个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 也是特别的累 特别的辛苦 还有这个孩子啊 黄胆也是比较的高 所以呀 也会时常的去这个医院 小孩子身体也比较孱弱 所以呀 就是经常的往这个医院跑 后来这个三年时间下来呀 这个老两口啊 都已经苍老了很多 这个时候啊 这个张大妈 其实内心呀 是特别的后悔的 当时不应该赌气呀 去要了这个孩子 毕竟啊 就是自己跟老伴啊 年龄这么大了 这个孩子却还这么小 以后还要面临的上大学 娶媳妇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要这个孩子的话 现在老两口领着这个退休金 在家里移养天年 不知道过得有多潇洒呢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儿子 儿媳妇不愿生孩子 这种事应该怎么办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喜欢我的也可以给我点按关注 点个赞 咱们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